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打开手上的圣经 或者是看着前面的荧幕 让我们一起开身阅读今天的正道经文 今天正道经文记载在两处 以佛所书第四章第26节 以及雅德书第1章第19到第20节 此刻我带领弟兄姐妹 阅读今天的正道经文 以佛所书第四章第26节 生气切不要犯罪 寒怒不可到日落 雅各书第1章第19到第20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知道 人人都应该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一点动怒 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全神的义 感谢这是神的话 今天的讲言是来自安顺的杨浩汉传道 杨浩汉传道也是在巴特派 苏嘎喜乐 达曼苏嘎的喜乐堂幕会 今天传道的正道主题是 最挣扎系列第七 怒气 我们邀请传道 我们谢谢主席 也谢谢我们今早 一起配他服侍的同工团队 那很感谢天父上帝的带领 让我们再次地回到实体的崇拜来 那在这里呢 要向恩惠堂的长老 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 还有今早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聚会的新朋友 那我们都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大家早上好 你们都好吗 也隔了一段的时间 没有跟大家见面 所以今早呢 小弟的内心充满喜乐 再一次地跟大家见面 是何等的美好 那我们感谢天父上帝的带领 让我们进入2022年的 second half 下半年 那我们在下半年 我们继续地 透过圣经 上帝的话语 来给我们 每一天都能够有活力 活出基督耶稣的荣美 当然 我们也要靠圣灵 Holy Spirit 靠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新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像我们的主 那我们今早要谈的就是怒气 这个应该是恩惠堂中文教会 在这一系列 讲到罪以挣扎的第七讲 是不是呢 是讲到怒气 Anger 怒气 那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气 如果不会生气 就不正常了 是不是呢 然而我们怎样从圣经里面 看怒气 这是我们今早要思考的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早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 学习宝贵的功课 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发怒 我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的 来发脾气 因此我们求你指教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生气 在不适当的时候 能够止住怒气 这一切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就把我们今早这一段的时间仰望你 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天父 垂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那我想呢 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想要生气 但是呢 我们控制不住 特别是 好像我这样的年龄 我不能够一直生气了 那因为呢 有血压高的问题 那我又有心跳不规律的问题 糟糕 人家说杨传道 You are so young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问题 有时候呢 不是我很想要有问题 是问题找上我 又或者是呢 有时候呢 长期在一个环境 你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有时候呢 几样的东西一起来 你要去应付 应付不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情绪就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 到了这个年龄呢 我很能够体谅 别人发脾气的时候 我要好好跟他讲 如果换作是二十多年前呢 我是年轻小伙子 我很快就会跟人家起冲突 那么以我的性格呢 我不喜欢跟人家吵架 我会好好的讲 那讲不通的时候呢 就不用多讲了 所以弟兄姐妹 来到一个年龄 你会发现到 你不太会生气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 岁月教导我们 我们要沉稳 我们不能够太冲动 好 那我们都知道 愤怒呢 是人其中一种 自然情绪的反应 是不是呢 这个是免不了的 生气 是不是 就是犯罪呢 那刚才我们的主席呢 已经把正道经文念了 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呢 那 我们的情绪 一种很自然的反应 就好像我们会哭 我们会哀伤 你不能够叫人家 不哭的 特别是 有丧亲的事情发生 我们身为基督徒 身为神的仆人 特别是我在这 最后这几年呢 我是不会叫人家 不哭的 如果有人丧亲 丧亲就是 突然之间 亲人离开世界了 我会鼓励他哭的 哭呢 是一种治疗 哭呢 不是羞耻 也不是软弱的表现 哭是一种治疗 女生 很喜欢哭 这个是无可厚非 但是我在这里 也要给弟兄 一个定心丸 弟兄也可以尽情地哭 谁告诉你 男子和大丈夫 丈夫流血不流泪 这个教导是很错误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要哭 但是也不要一直哭 所以这种就是一种情绪的反应 今天既然讲到怒气 今天不是讲哭 如果有机会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一堂有关酷的信息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愤怒 那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呢 我们也要辨别 辨别什么呢 愤怒的原因是否合理 有时候我们的生气呢 是很不合理的 是不是 为了一点小事 你会很生气 是不是呢 你冷静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你刚才的生气呢 是否合理 有些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看得太过严重 Too serious 但是有些的事情 真的是要认真的看待 如果有一些的事情 比如说呢 你的老公呢 拿了东西 忘记放回原位 这个不需要太生气的 弟兄姐妹 好好讲 是不是呢 如果呢 忘记做一样的东西 你吩咐了他 他忘记了 哎呀忘记谁都会 是不是呢 你只要想一想 对方犯的错 也可能是你 也会犯的错 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是不是呢 弟兄姐妹 在我想呢 我们要愤怒的时候 我们也要控制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说不可以生气 我们先要 想一下 我值得这样生气吗 因为生气呢 是很伤神的 不但伤神 也伤心 到最后 搞到身体 很不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生气的时候 也要看一看 生气呢 是否合理 是不是reasonable的生气 免得呢 我们跌入 谁的牵套 跌入魔鬼的牵套 那跌入魔鬼的牵套 魔鬼呢 没有逼你 进入他的牵套 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 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 讲了一些 不该讲的话 这个等一下呢 我会稍微的提 那到最后 你会看到 你那一句话 讲出来 可能你讲的时候 是没有心的 你是在很生气的时候 讲 但是你一讲出去 糟糕 你hurt到别人了 别人feel hurt 我告诉你 你要跟人建立 一个好的relationship 一个好的关系 很不容易 你要把这个关系搞砸 很简单 是不是呢 你要把关系搞砸呢 very easy very easy to destroy the relationship but very hard to build up a relationship 你要建立很难 你要破坏 非常容易 所以弟兄姐妹 今早的这一堂信息 也提醒我自己 也跟弟兄姐妹 我们的同工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的elders 我们的deacons 一起的来学习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也是很不容易 教会是一群人 积极的地方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 不同的那一种的 举止 行为 所以呢 你要牧养一个教会 是很难的 是不是 所以牧养教会的事工 不只是牧师或传道一个人的责任 要整个团队 整个长治团 一起的配搭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team 一个团队的原因 因为人的问题太多了 人的问题太多了 你如果有一个的人 全权应付 他迟早会神经病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东西呢 摩西也曾经学习过了 摩西一个的人要做hero 后来他的业父告诉他 不行的 你要有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来辅佐你 你才能够把 以色列人的问题处理好 你靠你一个的人 你几条命都不够 所以弟兄姐妹 人一忙起来 情绪就会来 所以情绪一来 我们原本不会犯错的事情 都会犯错 这个就是我们一生人 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当我们因为生气 而跌入魔鬼色的牵套呢 既不能够荣耀神 也无法造就人 你看多么可惜 我们常常祷告 求上帝让我们能够 为他做见证 你一生气 你一讲不应该讲的话呢 哎呀糟糕了 你就把整个问题搞砸了 是不是呢 那么呢 你后悔 也来不及了 变成了无药可救 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说 Sorry You say sorry Sorry No cure Sorry也无精于事 哎呀 惨啊 我为什么这么不小心 我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 把整个问题搞砸了 所以You say sorry Sorry no cure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 在很生气的时候 想一想 冷静一下 Come down Come down 我这样生气值得吗 有些的东西要生气 有一些的东西不值得生气 所以就好像我们花钱 有些钱应该花的就花 不应该花的 就要学习省下来 以后花在该花的方面 包括可以奉献 包括可以帮助人 不该花的呢 我们就要好好的节制 求主帮助我们 生气也是一样 生气跟花钱 好像是两回事 但是呢 我们也要想一想 是不是该生气 对孩子也好 对配偶也好 对弟兄姐妹也好 对亲人也好 我们都要 think twice 中文叫三思而后行 三思而后弃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好 这个是刚才我们的主席 已经帮我们念的经文 我们谢谢他 这里在以福所书 四章二十六节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26 生气 我觉得圣经里面描述生气 这一节的经文 可以是一句很经典的话 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下一句呢 你不要一直生气 生气到太阳下山 你躺在床上还在生气 我告诉你呢 别人不倒 你先倒 你生气的那个人 没事情 但是日都有事情 你整晚睡不下 整晚睡不着 我跟你讲 你整晚如果睡不好呢 第二天呢 你整个人 拱拱拱拱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没有 如果到了一个的年龄 过了四十多岁 没有太多本钱 熬夜的 如果你又生气 我告诉你呢 很伤神 而且呢 你的健康会垮掉 所以这句话 宝贵吗 非常宝贵 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我们来看 针对这一节经文呢 我们有 几方面的思想 OK 来我们来看第一 我们来看第一 不应该有的怒气 我们先来思考 刚才 我就有跟大家说 生气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为什么你生气 然后你还要问一问 冷静了一下 你还要问一问 这样的生气 值得吗 好 我们就来看 不值得的生气 第一点 不应该有的怒气 创世纪 四章三节 我就举一个例子 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二三 亚伯也将 他羊群中投身的 和羊的自由献上 以后 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然后呢 不看中谁呢 其实下一节还有经文 我们有列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的 该影 如果你们看回 Genesis chapter 4 verse 3 创世纪 第四章第三节 你会看到 后来该影 很生气 生气 到他的脸 变了色 这个就给大家 做一个小功课 四章三节 下以后 你就会看到 该影 很生气 生气到一个的地步 后来怎么样 他就 他就怎么样呢 对弟弟充满敌意 我上帝接纳你的公务 不接纳我的公务 所以后来就演变成 两兄弟就起了冲突 后来 谁把谁杀死 这个是Bible knowledge 谁把谁杀死 该影 把亚伯 杀死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演变成 家庭的悲剂 Tragedy 就是因为该影 他看到上帝 不接纳他的公务 接纳弟弟的公务 他就对弟弟充满 敌意 所以有时候呢 你会想 你不用得罪人 你不用得罪人 只要你的表现好一点 你就得罪人了 然后我也 好像曾经跟你们分享过 只要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表现 比别人好 你不用跟人家吵架 不用跟人家骂架 你就得罪很多人了 为什么 因为别人会 妒忌你 jealous 别人呢 会看你不顺眼 因为有你的存在呢 我就没有好表现 很多人呢 不会好好检讨自己的问题 常常要把问题 归在别人的身上 别人的表现好 我们不但不可以妒忌他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嘛 这个才是对 但是呢 人就是有这样的软弱 有时候呢 我们觉得我们做到半条命 得不到上司的赞赏 他这个刚刚来的 年轻小伙子 哇 做几天 老板就很欣赏他 哎呦 我们这些老员工 很senior的 very very senior的 心里面当然不平衡啦 是不是 弟兄姐妹 这些我们都要面对的 我们要检讨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老板的问题 也可能是我的问题 是不是呢 所以不需要生气到 把人家杀死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是第一个example 我们来看第二个example 这个呢 是在以斯帖记 Aster 以斯帖记 哈曼呢 见莫迪改 不归不败 他就怒气 田凶 这个呢 我就把怒气田凶也列出来 因为一节的经文而已 创世纪那边的盖影呢 你们可以看下去 四章三节下去呢 你们就看到盖影生气 到脸色都变了 后来把弟弟杀死 这个的例子呢 是哈曼 如果你们读以斯帖记 以斯帖呢 是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如果我们看 整本圣经呢 有两卷书 特别是你们留意旧约就好了 有两卷书 是以姐妹的名字命名的 是哪两卷书呢 第一卷就是路德记 路德记 大卫的 Great Grandmother 第二卷呢 也是以姐妹的名字命名的 就是以斯帖 Aster 以斯帖记里面呢 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是 整本书里面呢 没有提到神或上帝 你会看到吗 整本圣经只有一卷书 就是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里面呢 是完全从头到尾 没有提到神或上帝的 但是整本书 却提到上帝的作为 上帝怎么样 透过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 一个女生 拯救了他的百姓 而这个哈曼 就是一个很坏的人 这个哈曼呢 他当然了 藏作王的前世 要人跪拜他 而这个莫迪改呢 他是很敬畏上帝的人 他坚持不跪拜哈曼 哈曼就怎么样呢 怒气田凶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呢 也是一个呢 不应该生气的例子 是不是 当然了 站在哈曼的角度 他觉得他生气的有理由 别人都跪拜我 只有你不跪拜我 岂有此理 是不是呢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 人是不配接受敬拜的 是不是呢 只有上帝才接受敬拜 所以因此呢 这样的生气是不合理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也同时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有时候可能我们 常常会被人家怎么样呢 牵让 人家迁就我们 人家因为我们方便 就常常的跟我们tolerate 但是呢 久了 久了 如果人 不跟你tolerate 你可能就会很生气 就好像 我们常常有的一个感叹 你一直帮助人家 帮助人家 只有一次 你不方便帮他 日得做排廊了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帮人很多次 只有一次呢 你不是不想帮他 是不方便帮他 日得做排廊了 他不会纪念你过去好几次 曾经帮他 只有那一次你不帮他 你就做坏人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 我们就为他祷告 求主怜悯 也求主安慰我 有些的人呢 可以值得深交 有些的人呢 不值得你深交的 分别在这里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有些的人真的是很难深交 深交就是 跟他进一步的做好朋友 为什么 他不会纪念你过去为他做的 只有那一次 你没有为他做 他就把你当坏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要这样 如果别人一直帮我们 我们要感激 但是呢 当有一次他不帮你的时候 可能有他的苦衷 我们也要谢谢他 是不是呢 而不是生气他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以前对我很好的 这一次你变了 糟糕 你就给他骂到臭头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要学习感激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是因为别人很多时候帮你 只有那一次他 没有办法帮你 我们都要 谢谢你 谢谢你之前一直帮我 而不是生气他 不跟他做朋友 所以我们从中要问一个问题 弟兄姐妹 请问我们是否好像该隐和哈曼 这样的发怒呢 如果我们是因为不应该发怒的原因 发怒 我们要检讨 这个不是上帝的教导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2022年下半年开始 7月份差不多走到一半了 一半过了 那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不应该生气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 求上帝让我们的怒气 能够受控制 不要发作 第二 不轻易发怒的原因 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发怒呢 除了我们要想一想 是应该生气还是不应该之外 我们也不要太过容易发怒 传道书七章九节 这里说什么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遗忘人的怀中 几千年前 上帝就透过一个很有智慧的传道者 传道者 这个的人 有些人说是所罗门王 也可能不是 不过不要紧 上帝既然透过一个有智慧的人 讲了这样的话 也是上帝的教导 他说你的心里 不要急躁恼怒 有道理的 如果你一直急躁恼怒呢 你接下来可能就会做一些 很愚蠢的事 是不是 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做 因为我们不理智了 我们要行使 虽然那个时候 那个人真的要行使 上几个月不是很多人 从这个的槟城大桥那边 要跳海 是不是 一连串有好几单都是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有时候我们一失去理智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做愚蠢的事 圣经常常告诉我们 智慧人的反面 就是愚昧人 愚昧人做的事 是没有智慧的 没有好好想的 可能是因为 我们本身的问题 这里传道书说 你不要心里急躁脑目 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 不要动不动就生气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下一步 很可能会做 说话题 会做啥事 啥事呢 就是愚昧的事 是神所不喜悦的事 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两天前不是有一个报导呢 讲一个太太把丈夫杀死掉 后来 根据报导呢 原来这个太太呢 她是有戏毒的前科 因为丈夫呢 不给她银行的密码 还是什么原因 她就把丈夫绑起来 然后呢就打她 结果就把她丈夫打死掉 现在她就被抓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得不到一样东西 我们就在那边发脾气 你要知道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怒气的时候呢 下一步 很可能就是拱待机 求主帮助我们 那这里呢 在真言十四章二十九节 Proverbs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洗面好吗 一二三 不轻易发怒的 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 大显遗忘 不轻易发怒的 大有聪明 真的 我们说呢 一个的人的修养 我们华人呢 很看重修养 这个修养不是修习的修 是静修的修 有两种修养 一个是生病了 你要修养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个人的涵养 你的教养 你的修养 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是不会那么容易发怒的 不会那么容易发怒的 你们记得呢 世界第二次大战呢 有一个英国首相 他的名字叫做 Winston Churchill 听过吗 Winston Churchill呢 是在二战时期 跟二战以后 英国很重要的首相 有一次在开国会的时候呢 在开国会的时候呢 有一个反对党的女议员 一个的 Lady Assemblyman 这个的女议员呢 就怎么样呢 就站起来 站起来 指坐他 指坐他骂什么 如果你是我的丈夫啊 我恨不得在杯里面 下毒 把你毒死掉 你知道Winston Churchill呢 听了以后 什么反应 如果是你 你有什么反应 在开国会 在开国会 那个女议员 反对党议员 指坐Winston Churchill 大骂 如果你是我的老公啊 你是我的丈夫 我恨不得在你喝的杯里面 下毒 毒死你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Winston Churchill 你会怎么样 跟他大骂一顿 岂有此理 你敢这样讲我 Winston Churchill呢 实在是呢 我们说 他真的是很有业力 他就站起来 也没有发脾气 他就跟对方说 这位女士 如果我真的是 你的丈夫 我恨不得 把这个杯里面的毒药 喝下去死掉 你们听得明白吗 听得明白吗 这个女议员说 如果你是我的丈夫 我恨不得下毒 毒死你 Winston Churchill 站起来回应他 如果我真的是 你的丈夫 我恨不得 把那杯毒药 喝下去死掉 你看这个是很幽默的 是不是 你不用生气 也不用发脾气 只要讲这样的一种 幽默的话呢 就化解了那个火药味 当Winston Churchill 这样respond的时候呢 整个国会呢 真的是红糖 就给大家轻松的大笑一下 这个就是智慧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涵养 我们不用跟人家发脾气 在那边对骂 不值得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 用适当的话来回应 也让整个火药味的场面 能够变得更轻松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呢 真的是不轻易发怒 这个是大有聪明 如果你是很暴躁的那个呢 就大显遗忘 发怒带来的后果 有什么后果呢 弟兄姐妹 我们说呢 生气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第三方面 发怒 我们要知道的是 带来什么后果 这里呢 诗篇三十七篇第八节 当止住怒气 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以致作恶 弟兄姐妹 这个跟刚才提的 很相似 我们呢 当止住怒气 要生气的时候 你就要break 你要stop 我们要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做 不要为了一些事情 在那边愤愤不平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不可以 这样的彼此学习 真的是 有些的东西 你冷静过后 你想一想 你才知道 原来刚才 不应该 发这么大的脾气 那我们也不要心怀不平 别人有 我为什么没有 不要紧 可能你有的 他没有 我们不要一直看人家 好过我们 我们的心里面就不平衡 可能他有很多 尾气 有很多的无奈 不跟你讲 罢了 日快过后 我快日后 不要一直认为 别人比我好 别人比我出色 可能他的尾气 比你更多 弟兄姐妹 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不要看人不顺眼 人家好过我 所以你就要弄他 把他的代亚弄 我跟你讲 把人家的代亚弄 会闹出人命的 是不是呢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既不喜欢一个人 你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 当你觉得对那个的人 很不满意的时候 你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要祷告 冷静 我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他 是不是他真的是得罪我 如果他没有得罪你 是他比你好 比你更多接受人的称赞 你不需要生气 可能他没有的东西 你就有了 是不是呢 你为什么生气 可能他也生气你 他可能看你比他好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求主帮助我们 好 我们来看 好气的人 跳起争端 暴怒的人 多多犯罪 这里是真言29章22节 好气就是 很喜欢生气的人 他就跳起争端 很容易制造纷争 很容易制造什么呢 争执 我们讲话的乙气 有时候也要好一点 这个是不容易学的 弟兄姐妹 我们也不需要 常常感到 很无奈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心平气和的谈呢 一定要骂家呢 好像骂家那样 开会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很不喜欢开会 因为越开越不会 还会吵架 这个就叫开会 开会应该是 开开心心的会面 是不是 开开心心的会面 才叫开会 现在呢 很多人讨厌开会 为什么 没有真正讨论到重点 还在那边一直吵架 开来做什么 是不是呢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是那种呢 很会生气的人呢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很容易挑起争端 有些事情 本来很小的是 闹到这么大 闹到通街都懂 没有必要 我们要学 那一些做大事的人 我发现到这里呢 很多都是做 大事的领袖 那我想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呢 什么东西适合讲 什么东西 在开会的时候 不适合讲 不适合讲的 我们就要stop 应该讲的 我们就好好地提出来 我们也不要去质问人家 你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好好地讲 好好地讲 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我觉得呢 我们应该这样做比较好 这样就 比较好了 你不能够说 你这样做 很糟糕的 对吗 你这样做呢 不应该 人家不想跟你 吵得要吵了 是不是呢 弟兄姐妹 好好地讲 智慧地讲 你也不要一开口 就好像骂人 好好地讲 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闹到 好像骂人 这样 我告诉你 这样子的人 也很容易出事 是不是 人家怀恨在心 岂有此理 我好好跟你讲话 你这样骂我 还在这么多人前骂我 我跟你讲 也会让你招致 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相信吗 因为他对你很不满了 很生气你了 气到他呢 也lost control 他真的是会拿一把刀 把你杀死的 所以不要让自己 招致这样的祸患 也不要自己去害人 很多时候 这个就是跟 我们的怒气有关 求主帮助我们 小杰 在这里暂时做一个 conclusion 放怒除了以上的问题 也会让我们 晚上怎么样呢 睡不好 这个我刚才讲了 是不是呢 晚上睡不好 导致身体健康出状况 所以这个就是不可以 寒怒到日落的原因 所以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好好的学习 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 这里呢 我们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 是主耶稣的弟弟 雅各 James教导的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 弟兄姐妹 这个是在 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 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也给我们 有很多的思考的 学习的空间 这个也教导我们 不要这么快动怒 你听的时候呢 要好好的听 要好好的听 要好好的说 圣经这里说呢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好好的听 好好的说 好好的听 好好的说 然后才是 好好的动怒 阿们 不 慢慢地动怒 就是说呢 有些的东西 我们要想一下 think twice 该生气吗 好 不该生气的 就不要生气 该生气吗 该生气的 我们就要 好好跟他讲道理 共斗力 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这一段的经文 也给我们想到 第一呢 我们要慢慢地动怒 这里呢 圣经说 不轻易发怒地 胜过勇士 自负己心地 强如功臣 我们要好好的动怒 不要这么快地动怒 因为呢 不轻易发怒地 胜过勇士 这个跟刚才 所讲的呢 其实是差不多一样 也就是说呢 我们 不要这么容易地 让我们 这个的怒气 就爆炸了 如果你能够 胜过怒气呢 圣经说 你是胜过 Warrior 胜过勇士 我们没有机会 我们可能一生中 没有机会上战场作战 但是圣经告诉你 告诉我们 我们不需要上战场作战 只要你能够止住怒气 你就赢过Warrior 你就比那些带领百万大军的将军 还要更厉害 这个是上帝讲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跟人家对话的时候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 不轻易地发怒 好 亲爱的弟兄 我们要学习交托 在觉得要生气的时候呢 怒气要发作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圣经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我们来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 弟兄 不要自己 宁可 听听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 生焉我必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保罗这里告诉我们 生焉在上帝 上帝呢就必报应 所谓的报应就是 上帝会为你平反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为着别人攻击我们 为着别人伤害我们 我们觉得呢 北达汉呢 真的是气到要命 但是圣经说呢 生焉在我 我必为你讨公道 这个报应呢 就是讨公道 上帝呢 必为你平反 这个就告诉我们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越讲呢 就越乱 我们越澄清 就会越让人误会 到了这样的地步 只有一件事 我们能够做 我们就是交托给上帝 因为圣经说 生焉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这个你就知道 为什么 有一些的人呢 被人家攻击 被人家骂的时候 他始终都是 keep silence 外国人说呢 silence is golden 是不是呢 有些东西 你不必讲太多 我们说公道 自在 谁的心 人心 当然该讲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讲 当你会看到别人 就是刻意要毁谤你 刻意要 整谁呢 广东话讲 你不必讲太多道理 公道自在 人心 更可贵的是 我们对于我们 相信上帝的人 上帝会为我们 主持公道 不只是人而已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是这样 我们需要很生气吗 需要很轻易的发怒吗 你想一想 不是很需要 虽然有时候 你被人家讲坏话 你被人家攻击 你会很不爽 真不爽 但是呢 你不爽之后 不要太 一直不爽 你就祷告 交托给上帝 上帝啊 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 上帝啊 你知道我没有做这样的事 别人一直在那边讲 求你为我主持公道 阿们 就把这个主持公道的权利 交给上帝 你不要自己做上帝 你不要自己去审判人 你就交给上帝来 主持公道 我告诉大家 上帝必为我们主持公道 久了以后 人家就会分辨 谁是谁非 这个很不容易 但是求主 让我们有这样的学习 那这里呢 提摩泰前书二章八节 也说 我愿男人 这个你的男人 是不是重男轻你呢 不是 因为呢 在提摩泰的那个年代 治理教会也好 治理社会也好 多半都是男孩子的工作 所以其实这里应该是 男人女人都包括在里面 就好像说呢 亲爱的弟兄 也包括姐妹 所以这里说 我愿男人女人 无愤怒 无争论 挤起圣戒的手 做什么 随处祷告 挤起圣戒的手 随处祷告 也就是说呢 我们 真的是 不要轻易的发怒 这里的无愤怒呢 这里的无愤怒呢 就是不轻易的发怒 那我们 有这样的冲动 想要发怒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挤起手 随处祷告 这里讲圣戒的手 就是说呢 当我们真的是被人家毁谤 被人家恶意的攻击 上帝知道我们的处境 我们只有祷告 求主来带领 我们不要呢 凭血气 这一个的情绪 跟他纷争 这样子呢 很多时候 会出很多乱子 求主带领我们 这个是我们 不是在2022年 需要学习的 而是一生人都要学习的 那我们除了 刚才所提的呢 我们更要学习 一个很难学的功课 我们要学习什么 Learn to forgive Forget and forgive 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世 便是自己的荣耀 这个我可以讲 一百句阿们 原来 你宽恕别人 就是你的荣耀 其实圣经里面 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对吗 Glory to God 但是这里 上帝给我们这个honor 上帝给你这个honor 什么honor呢 当你可以饶恕别人的时候 When you forgive others God honor you 上帝给你这个honor 为什么 因为上帝也是一位 饶恕人的上帝 是不是呢 上帝如果不饶恕我们的话 我们早就完了 是不是 上帝宽容我们 上帝也让我们 有很多机会改过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得罪他 但是他给我们有机会 repent 如果上帝是一个 不能够忍耐怒气的人 这个世界早就完了 因为人常常犯罪 人常常作恶 是不是呢 这些坏事越做越严重 杀了人还把人家砍成几段 这种事是人做的 但是上帝对这样的人 只要他后来悔改 上帝也可以原谅他 所以 上帝也希望我们 学习饶恕 他也知道学习饶恕是不容易的 所以圣经说 宽恕人的过世 便是自己的glory 这个glory应该是honor 荣耀是归给上帝 对吗 但是在这里 如果你能够饶恕别人 不可能计较 就是自己的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但愿 在2022年的下半年 second half 我们都能够学习什么呢 恩惠堂的弟兄姐妹 各位长职 各位同工 我们要学习 要动怒时 第一 要生气的时候 我们要避免不该有的怒气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 第二呢 我们不要轻易的发怒 第三 我们要晓得 发怒的后果 还有呢 第二 我们要如何manage 要如何去处理怒气 第一 我们要慢慢动怒 慢慢动怒 就是好好动怒 不要这么快就动怒 第二 我们要学习交托 第三 我们要学习 很难学的功课 比写博士论文更难 比进了Olympic的Gold Medal 更难 就是学习 Forgive Learn to forgive 求天父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更像他 能够在将来 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今早在这里 能够一起的学习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足 很多的过犯 但是你都 原谅我们 你都宽恕我们 因此求你让我们能够 在不应该发怒 或者是生气的时候 你帮助我们 不要这么容易生气 让我们能够学习向你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让你的荣耀 能够彰显 让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 使人能够相信你 我们感谢你 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 Amen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这么耐心的来聆听 彼此有美好的学习 地 行